日上渠中共大使秦江 嘆中美關係無氣息 超150人官方代表團 搭轉機抵達台北 美警告洪杜拉斯 中共承諾不會兌現 俄圍攻烏東城市數個月 烏方表示局勢已穩定 深圳高官孫女袁富青 韭菜公的 中共駐日本前大使恐遠有2月卸任 離任依慣例向日本政府申請 與首相岸田文雄會面 但共同社報導 日本政府拒絕這個要求 認為岸田政府罕見的行為 突顯對中國的謹慎態度 多名消息人士表示 歷代多數大使離任時 都會接受手上的會面 但恐遠有回國前 向岸田文雄申請離任問候 日本方面以疫情衝突為由 拒絕會見 直到恐遠有離開日本 中方都沒有與岸田文雄進行會面 對此美國南卡大學 艾肯商學院教授謝鐵認為 岸田文雄在刻意迴避 中共的離任大使 中共是按照慣例 它會要求那個 有機會進一步了解日本首相 日本政府的一些心態 但岸田文雄方面 顯然對此沒有什麼興趣 現在正值這個俄羅戰爭緊張 世界各國都在站隊 日本當然是站起這個 美國和不約方面 上星期 岸田文雄公安庫烏克蘭幾乎去和 贊連斯基見面 同時給烏克蘭好幾億美元的援助 在俄羅戰爭立場上 中共和日本也直接 站在了對立的立場上 這個時候 岸田文雄的政府 顯然沒有什麼意願和中共的大使 有任何進一步的溝通 實際上是中日之間關係 亦趨於這個冷淡 和緊張的一個信號 這件事在網上 亦引發熱議 有網友說 應該將關係幹成代辦 和台灣建交 有人調行說 當年以俗心各身份 和你打了一仗 沒想到 做不到一百年 就可能以正義的名義 再和你打一次 另外 秦江去年底 被任命為中共外長 並以外交部長秦江大使身份 在美國活動數日 直到1月2日 返回中國 而其大使 違缺至今 還沒有折任者 25日 秦江在北京會見來訪的 美方人士時 聲稱中美關係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中美關係搞好了 世界受益 反之世界遭殃 但令人遺憾的是 目前 中美關係依舊春行尿潮? 此前 布林肯 原定2月初訪問中國 不過因氣球事件而取消 據港媒報導說 美國國務院 副助卿華志強 在19-21日 被訪香港 約見了一些中國通通商界領袖後 轉往上海繼續訪問 這是2022年12月以來 美國高級外交官 首次訪問中國 25日 紫黑眾議院議長 艾達莫娃所率領的 政商訪問團 搭乘專機抵達台北訪問 此時正值台灣 面臨幫交危機 艾達莫娃 溫聲表示 台灣與紫黑是朋友 朋友就是要相互支持 由於訪問成員 包括多位紫黑國會高層和政府官員 艾達莫娃一行 搭乘紫黑政府專機抵台 機身上的紫黑空軍致養格外聰明 台灣立法院長 尤錫坤夫婦 外交部長吳超薛等人 在停機坪相認 尤錫坤表示 艾達莫娃率領最大國會訪問團來訪 成員不僅來自 參眾兩院 還包括總統辦公室 中央各國地方政府單位 遠於紫黑政府的縮小板 訪團代表性十足 可說是將整個紫黑國家象徵都帶來了 異議非法 艾達莫娃表示 紫黑與台灣是最密切的友人 而維持友誼就是要 要持續建立合作與互訪 訪團人數超過150人 是最近5年來 紫黑最大的訪團 如果還有另一架飛機 相信也會坐滿 因為還有很多企業家 藝術機構 與地方政府等人士 都想加入訪團 不僅是紫黑 歐洲其它國家 對台灣的興趣日益增長 紫黑作為台灣最友好的國家之一 共享民主、自由、人權等基本價值 將持續捍衛這些基本價值 他指出 在台灣的行程涵蓋不同領域 包括加強與台灣 在芯片半導體領域的合作 無論是芯片設計或開發 台灣都是半導體強國 希望台灣能夠給予紫黑 這方面的協助 此外 文化交流 複合式攻擊 和網絡攻擊等安全議題 也是此行重點 在被記者問到 行前是否面臨中共壓力 艾達莫娃說 雖兩地地理位置遙遠 但共享一致的基本價值 紫黑與台灣站在一起 台灣在國際上有很多朋友 正值台灣面臨與宏都拉斯的邦交危機 艾達莫娃說 此行可以理解為 寒冬送暖 只要台灣需要幫助 紫黑會很樂意協助 時事評論人唐靖遠認為 可說是開啟了歐台關係之先河 此次訪問 他有一個重要背景 就是中共施展金錢外交 迫使宏都拉斯與台灣斷交 轉移與中共去建交 此在這個背景下 紫黑的高調訪台 無疑是對台灣的一個強有力的支持 而且在某種程度上 它也代表了歐盟對台灣關係的定位 相當於歐台關係的一個縮影 那麼歐美國家會不會與台灣建交呢 唐靖遠說 基本上不太可能與台灣來建交 但是 隨著中共對台灣的威脅加劇 各國與台灣關係的升級 也會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 此外 此次傑克對台灣的訪問 他並違反一個中國的政策 也等於傑克是在用行動 詮釋了什麼是一個中國政策的內涵 這個與中國歪曲主張的那個 一個中國原則是不同的 此刻的訪問 對歐洲來說 它會產生一種強烈的示範效應 洪杜拉斯正在尋求結束與台灣的長期關係 轉向與中共建交 台媒披露其目的是借機向台灣施壓要錢 但是台灣沒有回應 25日美國在台協會警告說 中共經常做出承諾來換取對方的承認 但是這些承諾仍未兌現 洪杜拉斯僅有的14個 正式承認台灣的國家之一 中共日益擴大其在中美洲的足跡 也一直在試圖挖走台灣的邦交國 據路透社報導 美國在台協會的一位發言人說 無論洪杜拉斯的決定如何 美國將繼續深化和擴大我們與台灣的接觸 台灣是一個可靠 志同道合和民主的夥伴 其全球夥伴關係 為這些國家的公民帶來重大和可持續的利益 我們強烈鼓勵 所有國家擴大與台灣的接觸 並繼續站在民主 善治 透明堂遵守法治的一邊 洪杜拉斯的戲劇性事件 就發生在台灣總統 蔡英文下星期訪問中美洲 並將在美國邊境前 仍是借機向台灣施壓要錢 24日 洪杜拉斯副外長賈西亞表示 該國曾幾次要求台灣提供援助 其中一項是20億美元的債務援助 但台灣從未給出實質回應 而據台灣外交官員透露 洪杜拉斯向台灣要求25億美元的同時 亦向大陸索取金滿60億美元 蔡英文暫定在3月30日 在紐約過境 然後前往 偉地馬拉和柏尼茲 預計4月5日 在返回台灣途中 在洛杉磯停留 停留時間 蔡英文將與美國眾院議長 麥卡錫會面 美國已經警告中共 不要以這個藉口 加強在台海的侵略行動 不過 中共和洪杜拉斯 都沒有宣佈雙方已經建立外交關係 消息人士說 這次洪國選在蔡英文總統出訪前 前夕 拋出將與大陸建交鋒響扣 是陸方的精心操作 在過去8個月的時間裡 俄羅斯投入了大量兵力 圍攻巴克穆登 試圖佔領這個烏東城市 烏克蘭總司令 澤勒茲尼在Telegram上說 由於各防軍的巨大努力 局勢已經穩定下來了 這是烏克蘭官員 在這次戰役中發出的最新積極信號 澤勒茲尼感謝英國和其他盟友的支持 使烏軍在局勢最為艱難的 巴克穆特阻止了俄羅斯的進攻 BBC報導說 西方官員估計 已有2萬至3萬名 俄羅斯士兵在巴克穆特傷亡 分析家他們說 俄羅斯人大量傷亡可能是烏克蘭 沒有從該城市撤出的主要原因 烏克蘭之前也表示 俄羅斯傷亡人數的巨大懸殊 使其值得在那裡堅守 25日 英國國防部表示 俄羅斯對巴克穆特的進攻 基本停滯 稱俄羅斯部隊 極度消耗是一個原因 還說俄羅斯可能已經將其行動重點 轉移到巴克穆特的南部和西部 據路透社報導說 週五 俄羅斯襲擊了烏敦和巴斯地區的北部和南部前線 英國說 這種舉動可能表明俄軍總體上回到了更防禦性的行動計劃 自副戰爭研究所週四表示 儘管阿格納兵團在人數上仍多於烏克蘭 但是烏軍在繼續耗盡僱傭軍 以使烏軍能在未指明的未來展開進攻行動 英國國防部說 阿格納與俄羅斯國防部之間關係緊張 可能使俄羅斯在巴克穆特的情況惡化 路透社報導說 普京一位盟友週五表示 俄羅斯希望在其吞併地區周圍 在烏克蘭境內建立非軍事援衝區 稱如果無法建立這類援衝區 可能有必要深入烏克蘭 瑞典、挪威、芬蘭和丹麥的空軍指揮官則表示 他們已經簽署了一份二項書 要建立統一的北歐防空系統 應對俄羅斯的威脅 24日 退休官員孫女說 存款9位數的話題 登上微博二手 深圳前交通局局長的孫女 在海外發布家人的合照原婦 說家裡的存款 都是韭菜工的 事件引發輿論關注 中國新聞周刊 引述該女生爺爺中先生的回應說 此事不實 自己曾任深圳區級交通局局長 老老實實做到退休 部分網友在網上造謠 其孫女因其爭議言論而好生氣 IP地址顯示是在奧大利亞 有大陸網民嘲諷 潤了還那麼喜歡上中國的APP 該女生回應 當然喜歡老中啊 我家那麼多錢 都是韭菜工的 怎麼會不喜歡呢? 根據該女生以往發布的微博鐵文 她爺爺也是一名退休官員 她曾回網友說 家裡沒有聽級幹部的 不配罵我 隨後 有網友找出該女友叫鍾淑偉 爺爺是深圳市交通局 貨運分局局長鍾根次 早在2003年時 鍾根次就註冊了1,200萬美元公司 逼於輿論壓力 深圳交通24日通報說 經核查 我局原貨運分局幹部鍾某某 已在2007年11月3日退休 我局已就相關訊息展開核查 其查查APP顯示 鍾根次的關聯公司 為金域遠東陽山有行公司 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長 都是鍾根次 該公司由香港企業 金域遠東集團有行公司 全資持股 解散時間為2007年11月 同年4月 金域遠東陽山有行公司被吊銷 此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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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